Hello 大家好 我是Chris Hello 大家好 我是YoYo 今天我們來到這間Hamasushi 為什麼今天會來這裡吃東西又拍片呢 因為今天6月29日 Hamasushi 就會在香港正式開幕 我就想拍一下裡面的食物和環境 另外的情況 看看跟香港會不會有什麼不同 來 牠追殺 牠是會有木條 牠會有點水 牠會有很多 牠會有點水 牠會有一點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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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餐廳最特別是有幾個醬油味給你們選擇 但有這個達士醬 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醬油 然後有昆布 有甜醬油 有九州風的醬油 還有有...應該是柚子醬油 這間壽司其實是我們經常來吃的飯堂 但我沒想過香港突然在昨晚宣布 就說今天會開張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這裡試一下 它這裡就是用機鎖單的 其實它除了日文之外 它都有簡體中文 就可以方便一些紅色日文的人去點餐 這裡還有期間限定 在這裡期間限定裡面 就放滿了它推薦的食品 我們剛才點了一個中開來 這裡除了普通的壽司之外 它還有兒童餐 兒童餐就好像一個套餐 我不知道壽司囊有沒有 有幾款選擇 非是其他地方 還有一些是薯條 它來的時候 它就會在螢幕顯示 告訴你 有壽司來啦 哇來了好多東西吃 都齊了 準備開餐了 你今次會選什麼豉油啊 我通常都是選柚子豉油 因為我覺得它的味道挺特別 好啊 好啊 但你多數都是選甜豉油 是啊 你記得的 這間餐廳在日本超過500間分店 但我看過地圖好像在市中心 就不是那麼多分店 如果遊客來的話 就可能要專程去找哪裏有 然後就專程過去 我們早餐都沒吃了 這個是中拖籠 很好吃啊 好不好吃啊 好肥美啊 好不好吃啊 好肥美啊 你又好肥美啊 好嗎 推薦 中拖籠 中拖籠 這個很特別 沒見過我們來幾次都沒見過 這個壽司 這個是五種蔬菜天婦羅啊 這麼大塊才100日圓啊 六元都不用啊 每次都很好吃啊 第一次試這個 對 看樣子應該蠻好吃的 但很大塊 超大塊 一口都放不下口 好肥美啊 是 真的 裡面有幾種蔬菜也可分不出 吧好像有 蘿蔔 然後我已經不知道怎樣 好像有蔥 有一點麥圓的醬 好吃 如果離開的可以試一下 如果還可以調這款的話 這個火焰三文魚 我們必吃的 還有一些黑椒在上面 上面 這個我們在其他壽司店沒有見過 很有趣 有漢堡在飯上面 還有芝士 但我覺得挺好吃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喜歡 不會掉呢 沒事沒事 中拖羅相再叫都沒有了 沒有了 這個我們都沒吃過 剛才我問他這個是什麼 他說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好不好吃 像不像三文魚 有一點 有點像三文魚 有一點 但是沒有 中拖羅好吃一點 真的沒有 因為肥美一點 肥美一點 但沒有了 想點都沒有了 下次叫吧 真的好吃 但我還是喜歡吃中拖羅 這個魷魚天婦羅 我們是必吃的 超好吃 都是100日圓 剛才我們以為叫了 等了很久都沒有來 原來在這裡都沒有叫 超好吃 而且它來到熱 超棒 是啊 但香港好像沒有吃過 好像 好像不覺得油 這副豆豉 嗯 現在到天婦羅 不過已經冷了 但我們通常 叫這些炸 在這家哈馬蘇士 它都是很新鮮 炸出來都是很熱 但是如果在香港 我們吃壽司 就算是天婦羅 它都是冷 嗯 很怪的 嗯 好吃 雖然冷了 都好吃 好吃 100日圓的 平民天婦羅 嗯 如果你們吃完 點完這些豉油 覺得好吃 其實它是可以買回去的 它就有寫到說 嗯 Datsishoyu 就 310日圓 就貴一點的 那其他一些甜味 啊 噴布啊 那些呢 就257日圓 你在這裡等什麼啊 等運動 在這裡等一個 魷魚天婦羅 平時叫呢 每次都是 最遲才來 但這次我們榴單 那我不知道是否關事 或者可能 為什麼這麼遲才來 可能來了來了 現在吃東西了 超大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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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吃啊 嘩 好熱啊 超大一塊 哇 這個值得吃啊 但平時為什麼這麼遲才來呢 我猜 不知道是不是很少日本人叫呢 所以它就特意做 看看啊 這個超棒啊 每次一定叫 比我們的 而且接下來 超好吃 超好吃 好味的 要留下一個 很空氣 哈哈 哈哈 是不是很好吃啊? 好熱啊 好熱啊 幾斤啊 滿足啊? 滿足啊 我只要我眼睛吃這麼快 但是因為我們做餐都沒有吃 做餐都沒有吃 而且它的隔離魚真的很大塊 嗯 好吃嗎? 一塊想塞進去也會塞進去 好吃 好溫足 飽不飽啊? 它的魷魚咬下去不會太硬 一咬就可以咬一半 我剛才問你飽不飽 你不回覆我 回不了 因為太好吃 很飽 我們的朋友都知道我們兩個很小吃 吃很少東西 嗯 今天已經吃了很多十幾點 很飽啊 滿不滿足啊? 嗯 好了我們現在叫甜品了 吃得很飽啊 嗯 要哪個甜品啊 這版的甜品呢 好像就長期都有的 但是剛才這一版呢 就好像是會變的 這些呢 都沒見過 這些新的沒見過的 這個好像見過 是呀 Momo 我們點個Momo 好 其實呢 它還有呢 還有拉麵的吃 但是呢 我們一般都不會吃的 因為太飽了 嗯 我們主要都是點壽司 那 還有一些 小的蕎麥麵 其實也有很多選擇 還有我最愛的名太子 新的 之前沒有見過 是呀 薄多 然後還有很多款的船條 還有炸雞 對 但是這些我們很少點 因為 吃壽司都已經很飽了 吃壽司吃得很飽 但是吃這些更加飽 所以就很少點 我們主要是吃壽司多了 來了來了來了 來了來了 吃壽司 好像很香 好吃 嗯 很香 是不是第一次叫的 沒有叫過 新的 對 應該是 有乳酪 這個是乳酪 雪糕 雪糕是什麼味 好像也是乳酪味 乳酪味 好不好吃 嗯 忍我吃 有沒有味道 很多 二十多元 都可以 嗯 都可以 吃飽了 走了 好飽啊 那買單 記得拿回 門口拿 那張紙 就要按 就要按 算少閉金 這樣確認呢 就按 橙色這個單 這樣才可以 拿回這張單 出門口 買單 多少錢 嗨 吃了十七碟 總共二千五百九十六元 走了 吃完了 卡麥酢 其實平日 五六日 晚上 很多日本人吃 通常都是要排隊的 所以五六日 我們盡量 都不會來這裡吃 就算如果真的想吃的話 就應該早一點 五點靈 走過來吃 卡麥酢 也是主打 一百元酒枝 店為主 但它當中 也有些 期間限定 或者可能貴價一點的 魚 可以給大家選擇 那 卡麥酢 壽司 壽司 卡麥酢 這三間的 一百元酒枝店 我們就比較想吃 但是 吃很多 吃很多 還有我們自己喜歡的 就是卡麥酢 那 卡麥酢 以前 你旅行就有吃 但是現在 住的話 吃的 吃的 比較少 覺得它的選擇 還有 味道 我們就 不太喜歡 那 卡麥酢 是我們三間的一百元店 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自己最喜歡 吃的 好了 這條片就到這裡 差不多了 那如果大家在香港吃過的話 就 有些什麼 留言的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有沒有什麼不同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 記得 comment like 和share 還有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下條片再見 拜拜 請